我們今天看到第一位Coster來到台前 那可以先請你先稍微介紹一下自己嗎 不行 看來是不行 所以先向觀眾朋友 我們可以看到他非常進入他的角色這樣 暫時我們想要聽到他講話是有點困難啦 那請大家如果對於這個角色非常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我們的活動結束之後再跟他進行訪談 這個是主持人沒有辦法做到的部分 等一下就請現場觀眾朋友代替我跟他聊聊天 來 第二位朋友請來到我們台前 那麻煩你先幫我們介紹你自己可以嗎 先不要太進入這個角色 先簡單介紹一下自己叫什麼名字啊 跟大家聊聊天 我叫小潘 小潘嗎 小潘 好 那今天看到我們是美麗可愛的小潘 來到我們台前 小潘今年幾歲呢 28 28歲 對OK 可是呢看起來還是非常非常樣的一個感覺 整個服裝呢 讓每個人氣質感覺都不太一樣 那可以稍微介紹一下你的角色 看起來我猜猜是 喔 應該是護士的這個角色是不是 我猜猜是 稍微拿進去 超級不太快的 所以他告訴我們他專業Cosplay的一個角度是說 他選角的時候就不要選太困難的角色 免得之後呢就會遇到很多麻煩 所以呢剛剛有問到說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基本上是沒有的這樣子 OK 馬上不一樣的感覺了 嬌小可愛 可以先讓你的刀離我遠一點 哈哈哈 主持人覺得有點擔心 來 先稍微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記得麥克風拿近一點喔 哈囉 你叫什麼名字 我的名字是小貓 小貓 好 那小貓現在還是學生是不是 小貓現在大學生嗎 還是 大學生 大學生 OK 那今天呢 我們可愛的小貓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健在身上來 穿著的這個角色是什麼呢 她最央服服 今天是零零蝶 零零蝶 喔 零零蝶 所以現場來有沒有喜歡零零蝶的朋友 嗚 好 好 好 喜歡零零蝶的朋友 哇哇哇 好多 所以真的哇 今天選的這個角色 看來是非常非常有共鳴耶 好 那我們在這樣的一個穿著打扮之下啊 像我看到你有 很特別的道具 有沒有哪些道具可能是自己要製作的呢 請工作室來定製 就是這樣 所以真的其實造型要專業的話 除了自己製作 請工作室定製也是一個方式嘛 好 那今天這樣的打扮有沒有什麼樣 比較特別有氣勢的POSE可以展現給大家 稍微跟我們簡單講一下 怎麼樣擺POSE來拍照呢 眼神 眼神 好 等一下呢 大家相機 手機拿出來 現在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來 大家喜歡的角色 零零蝶 現在呢 要眼神 好 帶給大家來抓住你們鏡頭了 先看左邊好了 左邊的朋友 喜歡零零蝶的朋友 手機 相機拿出來 好 眼神開始散發電力啦 OK 來 今天呢 我們第三位Coster 來 看一下前面 我們可愛的小貓 好 來 看一下中間的朋友 中間的朋友 哇 其實今天呢 現場觀眾朋友看到COSPLAY呢 真的要整個人喔 靈魂都融入到角色裡面 眼神都要一致 好 最後看一下右邊的朋友 來 右邊的朋友 哇 哇 哇 拿出手機 相機 每個人都在捕捉我們小貓 扮演零零蝶的一個欠影啦 好 來 給大家最後三秒鐘 三 二 一 好 謝謝小貓 謝謝 非常非常可愛的一個裝扮 主持人也很喜歡 哇 連背後都有有戲這樣 有看到背後也有一個面具 很可愛喔 非常的有細節 好 來 接下來第四位 請來讓我們台前 可以先跟我們先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嗎 大家好 我是我 喔 等一下 等一下 這個 我們麥克風大聲一點點好了 大家要聽清楚要叫什麼 可以再自我介紹一次 嗯 大家好 我是龍 龍 喔 OK 所以龍是你本人的名字 還是你角色的名字呢 本人的名字就叫龍 喔 原來如此 好 主持人剛才以為說 他的角色是龍 看起來好像有點不像 是嗎 OK 那可以跟我講一下你的角色 零 FREE的零 FREE的零這樣子嗎 OK 好 那我問一下 現場有沒有喜歡 零的朋友在哪裡 我發現一件事耶 剛才那個前面 不是這邊的朋友舉手 現在是右邊的朋友舉手 你們是還有這樣分區的是不是 OK 很可愛 那等一下呢 我們要特別給這邊的朋友 多一點眼神囉 看來他們非常喜歡你的角色有尖叫 好 那我們今天這樣的裝扮啊 可以稍微跟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你Cosplay的時候有沒有比較什麼特別的經驗 就是曾經在你在過去Cosplay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情 跟大家來聊聊看 就是自己在畫衣服的時候 被自己家的狗採的顏料踏過去 天吶 是你自己的衣服嗎 天吶 後來有沒有教訓狗一頓 沒有 還是只能再重做一件 重做一件 好 還是要愛狗啦這樣子 不能因為名字叫龍就對 要大猴這樣 好 各位朋友 需要我扶你衝場嗎 不用喔 好 來這裡 請先 喔喔喔喔 小春天 來來 沒關係 沒關係 哇 有你幫我拿起來 主持人真的太榮幸了 可以幫我們先介紹一下自己好不好 先介紹自己 來 有信嗎 嘿 大家好 我是小五 小五 OK 小五 那現在還是學生嗎 不是 不是了 哇 小五非常非常可愛 主持人剛剛一直想說 哇 看起來就是學生 非常年輕的感覺 來來 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今天整個cosplay的角色是什麼 這是brother ste的小葉 小葉 小葉 OK 那現場有沒有喜歡小葉的朋友 耶 好 來來來 親愛的朋友們 今天呢 我們來扮演這樣小葉的話 你覺得 其實我覺得難度在哪裡 你知道嗎 天氣有點熱嗎 我來問一下我們的coser 來 在這樣的天氣穿這樣的衣服啊 有的時候我相信難免心理上 身體上有一點不舒服 要怎麼樣來克服呢 就是喜歡cosplay的熱忱 對 然後喜歡這隻角色的感覺 OK 所以我們要投入這樣子嘛 對不對 那假如說真的滿身大汗 那個汗都已經流到你的嘴巴上 該怎麼辦 插掉繼續啊 插掉繼續 哇 太精靈了 給她一個掌聲鼓勵好不好 哇 我現場都是專業的coser OK 介紹一下 我是咪妃 可以叫小咪 小咪嗎 好 今天呢 可愛的小咪 哇 穿著這樣子很像一個公主的洋裝 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你的角色嗎 就是Forecloid V家的靜英靈 靜英靈嗎 對 靜英靈 OK 所以她扮演的是Ring 現場有沒有喜歡Ring的朋友 耶 好不好 大家真的有分區耶 這次是中間 好 中間的朋友特別喜歡你 那在扮Ring的時候 其實我第一個注意到一件事情 禮服好長好長喔 我先問一下 有沒有曾經扮演這個角色的時候 有跌倒的問題 這個經驗有嗎 剛才後台她們每個人都踩過一腳了 每個人都踩一腳 欸 你們不要這樣 人家等一下還是要上台表演的 OK 所以我們這樣的一個禮服 其實真的扮演起來有一定的難度 那除了像這樣的角色之外 平常啊 你選擇的角色 是不是有比較統一的類型 還是其實說都很不一定 你選腳的這個過程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就主要是我喜歡喔 只要喜歡都可以這樣 不會說因為這個角色比較好辦 我就來辦 是不會耶 比較不會 OK 所以還是看興趣為主囉 它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歌 它是一個虛擬的歌手 但是很多玩家都會把它編得很多很多的歌曲之類的 所以它有不同的面目 好 請先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叮噹 叮噹 唱歌的那個等一下要用 沒有沒有沒有 好 只是叫叮噹 那可以跟我們講一下妳的角色是什麼呢 大家應該知道吧 我是誰 欸 她是誰 欸 欸 大家 欸 頭上問號 問號 是冰雪奇妍的安娜 對 冰雪奇妍的安娜 其實我知道啦 早上我幫你說一下 我以為大家可以 欸 她是誰 她是誰 安娜 對 沒有錯 那今天的安娜 其實她的角色我們曉得 是非常溫暖開朗的 那我想問一下 你本人的個性也是比較接近安娜嗎 還是比較接近姐姐的那種冷酷的感覺呢 我之前是出姊姊 對 我個性比較接近姐姐 那可是妳扮演的角色是安娜這樣 因為我兩個姊妹都喜歡 是 兩個角色都喜歡 所以有時候姊姊有時候突然變妹妹這樣 那有時候會不會扮一下 我們這個小小雪人薛寶 會嗎 你會扮她嗎 不會 那我們今天呢來看一下 因為其實扮公主的時候 當然 因為安娜的個性 跟一般的公主又不太一樣 是比較熱情開朗 那又怎麼樣能幫助妳去投入這個角色 是多看幾遍她的電影嗎 還是妳都是怎麼做 我已經看好幾遍 看好幾遍 大概幾遍 二十遍有嗎 超過的版 超過 哇 原來要進入一個角色 看超過二十遍是基本盤喔 是不是 特別愛這個冰雪起源 是 好 我也是啦 那真的很好聽 對對對 那小玲今天呢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陰魂裡的神樂 神樂 喔 所以呢今天現場有沒有喜歡神樂的朋友 Woo 看來神樂是非常熱門的角色 好 那我們今天呢先來訪問一下 因為假如說像神樂可能很多人都很喜歡 那他們可能都會有扮演過這樣的角色 那當妳自己也扮演這種角色的時候 心裡會不會有比較大的壓力 我會很開心 會很開心 那妳不會當時覺得很開心 會想要扮這個角色 喔 原來如此 因為其實也有很多人跟你一樣 是志同道合嘛 都喜歡神樂的角色 所以大家都會一起來扮這樣子 對 哇 原來如此 那可不可以來教我們一些cosplay的技巧 因為我相信現場也有非常多人是喜歡cosplay的 有沒有什麼樣比較專業啊 或者是我們意想不到的技巧可以教給大家 通常比較意想不到的就是妳在擺姿勢的時候 是 你的弧度要非常的大 喔 我懂了 因為有的時候妳可能認為妳的肢體已經很強烈了 但是妳心裡想的跟鏡頭上呈現的是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 好 所以呢 假如說妳現在擺了一個pose 那妳認為那個程度要再拉高幾% 非常高 就是高就是妳姿勢擺完之後妳會覺得腰很酸 要不要腰很痠 腳很痛這樣子才可以 對 喔 OK OK 所以呢 我們建議大家擺pose的時候 放開來擺 這是我們專業的這個建議啦 今天呢 披子扮演的角色是 Super Sonic Super Sonic 對 就是超級索尼紫 OK 好 Super Sonic 那今天呢 我們 Super Sonic 我發現她的服裝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是她的手 可以跟我們講解一下這個角色嗎 其實她主要算是一個公式的跡象 是 然後她這個款式是她跟暴力熊的一個 算聯名款吧 然後是在2014年1月的時候 有販售的一個模型 喔 所以 Super Sonic 平常也有很多不同的裝扮 那這一個是特別跟暴力熊結合的這樣子 對 哇 所以我們現場來 有沒有喜歡 Super Sonic 有沒有 有嗎 好 妹妹舉手了 妹妹小小年紀也很喜歡 Super Sonic 那可以跟我們講解一下 像妳今天準備這樣的穿著 大概要花多少時間呢 大概花一個小時左右吧 一個小時 這樣是不是算蠻快的 一般就是Cosar的這個穿著打扮 可以大概跟我們介紹一下 大概穿著都多久 如果是比較複雜一點的話 可能要兩個小時吧 兩個小時 還有超過的對不對 對 喔 那今天這樣子算是比較簡單的裝扮嗎 為什麼只需要一個小時 比較簡單一些 對 今天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一些 好 原來如此 可是其實簡單穿著就已經很可愛了 是 是